今天是2024年1月6日星期六 时间是1.39分 我们现在在西营盘第一阶行走 我们的位置是哪裏呢? 这条就是东建街 有车下来往后大到西 就是德庫道西和军乐道西 东建街斜路上去 第二阶第三阶高阶也是这样的 这条街很邪 我们沿着第一阶走到尾 看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也有很多这些酒吧和餐厅 我们在右手边走 因为这边有多些渤酒 有间这个诊所了 刚才这里有几间店都应该是超租了 已经撩了一些超租的牌了 这间是五金店 如果五金店可能 星期六可能有机会关门 可能星期六可能有机会关门 其实很多都是餐厅 谢谢 这条街的外面是最多的 最多的 就是了 很多这些餐厅 开了 咖啡店 这些是这样的 这些是卖凍肉的 这些花店都看到了 这些花店都看到了 而且还有一个新的住宅项目 我们在搜索前面 这些店最后都看到了 这些店是一个新的住宅项目 舊老闆反而店舖的形式也有很多 有些引寧的食物也有很多這些餐廳 這個食物看起來好像都差了幾個時間 這些引寧的店舖很多 但前半年其實也有很多吉套 這些錢白土地又有些食物賣 也是正街這個路口 正然這個就是正街街市 其實上面是一個新型盤街市 我們當然走下去 由第一街望山上正街 一直可以上到這個搬行道 上面亦有一個新型盤街市 看到嗎 我來看看 就說有負貿公司來提 有負責公司來提 有負責公司來提 就說好 我們去幫忙 那些電視店在這裡 這邊好像要幫忙一個統稱計一邊 因為西螢盤的街道也比較窄 這裡賣麵 現在來西螢盤有了港鐵 B1出口了 西螢盤站這個 現在來西螢盤方便了很多 這裡有很多新的餐廳 這個街道很窄 能慢一點 後面的人都會 這裡有很多寶山 這裡有些很舊式的葡萄 例如玻璃的葡萄 這些葡萄都很久了 看看吧 超大的西螢盤 對,西邊階了,下回到這裡,皇后大道西的位置,放下道西 對,西邊階另一邊斜路,上回到第二階第三階和高階那邊的位置 對,西邊階三個都在這裡,西邊一邊 西邊階道 西邊階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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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走到第一階的水階的位置 水階对面都有些很旧的店铺 你看这些烧牌就知道这些店铺也很旧的 这些食肆 我们拍摄第一階吧 一张 我们先去马路见一下 这一集就说到这里 大家知道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听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